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观法无我 那都要观 所谓的起观照 那就是一定基于你的经验或超越的经验 来观察那个佛法的道理 这都是会多 那会要一多的话呢 就生文法来说 因为它是对字一 所以有会就没有缺乏定 有定就缺乏会 这跟大圣法不同 大圣法是什么 直观 实相 实相不是用分别来的 叫不识义法 因为是不识义法 所以它不是用分别字来的 既然不是分别字呢 它是定会等词的 它是现见那个实相 同时也不是用分别义识来的 禅宗常常讲的 离心义识去参 所以你却用思维是没用 你看常常讲啊 如何是祖师西来语 树上麻三金 这是什么话 树上面有麻 有那个麻油 有三金掉在那里 人家问赵州和尚 如何是祖师西来语 我要去小便 完全没答案 完全没意义 男拳斩猫 两个出家人在争论 那只猫谁养的 谁的宠物 原来那个时候就有出家人在养猫 养宠物 然后男拳禅师一听到他们在吵吵闹闹 就刀子拿来 一把把那个猫给斩两半 你不要这样干 我是说他就敢这样做 像这些非思维的 杀猫是恶啊 那你看六祖谈经讲 不施善不施恶 不是说乱坐一通 他为了要让这两个人开悟 他就敢这样做 俱子一子 跟他讲 如果这个佛法大义是什么 那撒米亚叫 嗯 一 一归何处 就一 这样 他就让那个居士听了很满意 就回去了 后来施物回来了 问他说 撒米亚最近我不在的时候 有没有人谁来 他说有啊 有些居士来问佛法 那你怎么打 我就跟施物一样啊 这样 然后他说好 那我再问你 如何是佛法大义 他就 他就自动这样 这样 他借刀一拿起来 就这样把他手给斩断 斩断 很痛 他就叫出去就冲着门 他门已经被反锁了 他打开那个门 那是手指也不见了 他开不开 痛啊 往外冲痛啊 这个时候 他似乎就冷冷地在问 撒米亚 如何是主师 如何是佛法大义 大概是这样问的 他一转身 就叫他 某某撒米 什么是佛法大义 他又要这样 你知道吗 这支没了 这支被斩断掉在地上 他又要这样 一看没了 开悟 用一只指头 换一只开悟 用一只猫 换你的开悟 那只猫还会开 那只猫还会得大功德 用一只指头 换你的开悟 就等于燃子供佛一样 他失误就敢做 你看这不是思维的 所以他的开悟 也不是用脑子一想 还是在定中的 都不是 你有没有注意到 都不是 所以这个地球上面 能够用这种方法 误入佛法 大概就是汉传佛教才有 所以现在西方人 南传人 藏传的人 都 西方人都在学 藏传啊南传 那你汉传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他们根基还没到 根基还没到 他们连 净土宗 禅宗都难修 不 净土宗跟天台宗都难修 他怎么可能来学 修学禅宗 净土宗有门可入 天台宗还有门可入 他连这个都难修 那怎么可能他能够修禅宗 而汉传佛教教理 以天台宗为代表 凡夫 一般民间的修行 以净土宗为代表 上上跟的人 以禅宗为代表 大概汉传佛教 以这三宗大概都设计 刚刚好都是西方人还没能耐学的 你怎么跟他讲呢 你怎么样 感谢观看